記協足夠聲明 記協對警方限制記者進出 理大採訪和拘捕記者感到極度失望 當然其中有十幾個 包括我們 我相信最少有13名校媒和網媒的記者被捕 因為涉及我們自己都有記者 我就不辯論太多 但是法律和網媒發揮的作用 隨時帶我們來的報章 肯定帶我們來的紙媒 因為沒有人看的,紙媒 你蘋果也是靠棟新聞才回生 也是靠他的網 但既然他要求我們一定要達到那幾個目標 才能當我們是正常媒體 我們就做了那幾個目標 其實根本已經違反了基本法第27條 當然了,這個不用說了 基本法這裡有埋伏的 其實除了基本法第27條 他們也要說 還有香港人權法第16條 都是包括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 基本上都是多人餘的 或者我們會出我們那份… 我打算我們那份月刊 各位朋友,現在多說一點點 都是叫啤梨漫步出領場 是的,當然要叫… 我不要啤梨月刊,就叫啤梨漫步 是的 還有肥力哥說他才有武俠小說 好的 我們這份報道真的有很多人做的 我們多作點名字 是 不要讓別人看得出來 你們那幾個人,我們多作點名字 只要筆名字 對,筆名字 筆名字有評論武俠小說的作家 當然了 評論武俠小說,好像葉洪生 我可能想著每個報頭 憑報頭就可以跟你排期申請BNO 很棒 對嗎